美日航带卫营峰会历史性召开 三国少不弱定家善营 三国战力结合 剪达中俄朝三国准同仁 习格平彻底傻眼 不理习格平是联俄抗美 或是台湾当季 台湾实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本节目的后半部分 还会分析美日航三军整衡 抗中火力空前强大 中共曾刻意忽略的第三战线 已是若隐若然 为什麽台海一旦开战 中国北部战区的空军力量 尤其是殲20中队面临全军覆本 中共真是能顶得住吗? 大家好 欢迎回到新冷战的实施 台海风云 我是宁远山 节目开始之前请你先点赞 并尽量看到最后 提高本节目的原播率 多谢 讲起大卫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张照片 1986年 世界中坚央杀民族的英国首相 戴翠伊夫人 和美国总统罗纳德·列根 在戴卫营里面平静散步 共商天下大事 而那时我仅值个关心国际时事的学生制 作为美国总统的优价地 戴卫营又叫戴卫营 位于美国马里雅就 分裂德尼克苑 埃他亭山公园内 他首都华城顿 特区113公里 搭乘海军一号直升机 从白宫出发 半个小时就独立 戴卫营的安全保卫 主要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戴卫营的官方名称 就叫做 七六丹海军支持设施 戴卫营兴建于1938年 最早在美国政府官员的优价地 大小官员都可以去 1942年起 成为患有小而麻痹症的 美国总统小罗斯福的 专用疗养所 以及总统官邸 当时的戴卫营 还不叫做现在的名字 而是一个很有私意的名字 叫做乡格里拉 因为他染影在茂密的森林之中 于是 罗斯福总统根据1933年 英国作家节目师 希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和他起了这个 颇具意义封城的名字 1953年 韩战役的尾声 刚刚当选的艾森红总统 将他改为戴卫营 为何呢 因为总统大人的父亲 以及孙子都叫做戴卫 戴卫营 经常作为美国总统 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 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地点 能来这里运的 都是由头由面的大人物 这叫做低调的奢华 这个美国总统的避暑山葬 就相当于普京的索杰 窄壁的北戴河 法国总统的 南德里别墅或英国首相的哈利顿湖 85年间 这里见证了很多影响世界的大事 1943年 市任英国首相温斯顿 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芳 在戴卫营密塔 敲定了洛曼底登陆计划 1978年 在美国总统金米卡德的积极滑船下 埃及总统沙特特与以色列总理 北京签署了戴卫营协议 两个宣布敌战 两人因此同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时间来到2023年 上周五8月18日 戴卫营仍来足以载入史册的另一件大事 拜登安杰文雄 尹诗悦 美日行三个首脑 在这里举行历史性奉会 签署了三项合作文件 这不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也引发了北京当局的高度警告 创众了中共那条敏感的神经 北京当局一再警告 美国正司徒在东亚复制一个小不弱 压制中国 现在的局势演变 已经非常明朗 习国民不作不会死 求除得除 习国梦已经一步步梦玩成真 换句话说 美日行完全不顾中国感受 公开结成防堵中国的小圈子 法国世界部的社论强调 在中美两国都在尋求巩固各自阵营的背景下 这次峰会没有一次外交上的成功 一行两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 还要平气历史恩怨 攜手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 在我看来 大卫营峰会的核心成果 就是所谓的危机协商承诺 任何一方一旦遇到意外 危急状况 三方立即启动紧急协讯 帮助受威协的方解除危机 这个危机协商承诺 虽然没有达到不约条约第五条的要求 规定民国有义务在任何成员国 受到攻击时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 已经无限接近于不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卫原则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宣布流奏感在一篇写命中指责美国 忽游日航打响了新冷战的第一枪 新华网组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拉棒结果 大卫营散发出的冷战气息 让世界顿角寒意 美日航三角在大卫营峰会上 向全世界宣布 台湾海峡的和平 是国际社会安全范围不可滑绝的要素 中国作学反映 十九日深夜 即是戴卫营峰会的第二日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 在微博发布图文 图了一个大大的龟字 其中喜北不滑书 使用了草书当归的图案并类似台湾的版图 暗指台湾为龟字的一部分 贝民写道台洞是历史亦流是绝路 祖国必须同一亦必然同一 台湾当过日帖 迅速登顶微博而守 继二十日一日的阅读量 已经超过十二点七亿 十六点六万人参与讨论 虽然微博下一片挨打挨杀 但我想说的是 不理习近平积极推行联络港美 说是《人民日报》 却私底力狂吠 台湾其实是越来越安全了 我完全同意 日本《产经新闻》 駐台北支局长 指版明夫的以下分析 在东北亚地区 几一年前就有美日军事同盟 其假想定主要是苏联 又有美国军事同盟 其假想定是朝鲜 但今天的国际形势 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究竟两国军事同盟 明显不够用了 因为在东北亚地区 出现了新的假想定 中共国 可以说 今天成立的新三国同盟 是为了对付中共国而产生的 说得根据具体一点 是为提高中共国 对台湾动武的代价而产生的 较早前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来到台湾 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一起出席 海达加拿论坛时发表演讲话 日美台要做好战斗的心理准备 如果台海有事 日本会使用防卫的力量 麻生太郎的话 应该是意有所知的 在为台湾打开的同时 也在向北京的疾病正确发出警告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麻生是自民党的副总裁 如此重大的发言 事先一定得到了日本首相 安田文雄的同意 他的发言内容 和带卫营三文件 姚伤呼应 所以 那种形势正在急剧变化 在东北亚 联合对抗中共霸权的新架局 已经开始形成 今天凤会之后 应该可以这样说 台湾愈来愈安全了 不知观众朋友对这个怎样看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再从军事的角度分析下 事实名议员沈周智春 东德亚是世界上军力最集中的地区 美日航对阵中俄潮 一旦开战将展现超级火力 中共曾刻意忽略的第三战线 已经变得真实 中共表面上若若欲视 但真能顶得住这条战线吗? 前段时间 中共网站曾转载 一旦开始收回台湾 中国可能要面临四线作战 欧均必须慎重一问 民伤自尋 除了台海战之外 还可能同时爆发战争的有朝鲜半岛 印度洋和中印边界三条战线 其实 此文违避了关系的南海、东海、黄海战线 以掩盖中共军队的远离 沈周指出 真正的第二条战线应该是南海 第三条战线应该是黄海、东海 而不是朝鲜半岛 朝鲜可能会进攻韩国 但只需要中共支援 朝鲜海、空军太弱 无法掌握制控权、制海权 会遭遇美韩联军的三面猛烈空战 若缺少中共的支持 朝鲜无能力独自开战 俄罗斯现在亦无力支持朝鲜 在台海之战中 若美军只摧毁中共的海空军主力 无对中共军队展开内陆空袖或反攻 中共领队为了试图猛回这些拜局或实施报复 不排除动用大量陆军和预备役 向诸航美军发动攻击 然而 朝鲜若看到中共在台海落败 海空军进身 可能会对中共失去信心 估计不会同意中共军队进入朝鲜 相比之下 美军战机可以从日本、韩国起飞 潜艇和战艦进入黄海、东海 对中共实施反应 而真正拿命的是 美日航峰会后 三国军队进入整合阶段 东北亚战线在美军协调下 正在规划统一的战场 也就是说 很可能上演的 就是美日航三国围攻中共国 而俄国和朝鲜陷于自身实力 只会重逼上官 今年3月3日 美国参目掌联席会主席米利说 美军60%的现役部队 至于最高准备状态 可以在不到30日的时间内 部署到战斗中 中10%的部队 可以不到96小时内完成部署 据日本2022年防卫八皮书披露 中共号称的第五代忍役战机 签20约50格 理论上可以配属五个大队 一旦中共在台海开战 由于上述的三条战线的缘故 其他战区的签20战机 应该转向东部战区 但北部战区恐怕不敢动 南部战区会左右为难 也就是说 中共北部战区空军一旦失去制空权 青岛带列海军基地失去空中防护 很快会被美军军炸机摧毁 沈若飞机制造厂可恶蓝涂压运 韩国的F-35战机 可为美军军炸机护河 更多美军第五代战机 可投入前沿作战 甚至直接威胁不敬 中共小量第五代战机 和第四代战机主力 数量加起来 应不及美军的第五代战机 中共的殲-11、殲-10战机 另外只能对阵美军的F-15 和台湾的F-16战机 阵量数量上同样处于劣势 也就是说 中共无法抽调更多战机到东海战场 日本战机独自握手东海 亦会具备优势 加上美军战机优势更加明显 自知实力不济 中共近期将海军航空兵带步转入空运 只是被海军离低航母舰再机 中共海军航空兵主要驻守沿海地区 配合近海防御 多数机翌加为落后 再加上有部分殲-11、殲-10战机 和小量S-30战机 都规划了空军 表明中共空军战机不够洗 面对台海、东海、黄海、南海 多个方向的战线 实在速耕见爪 而俄军主力战机 目前主要投入在乌克兰前线 正如战机用于各地防空都不够 在西太平洋已经无力出境 帮不了中共的忙 俄军太平洋艦队的老式战艦得不到升级 新式战艦不多 敦位亦较小 同样帮不了中共 换句话说 中俄艦队的联合演习主要是政治表演 缺乏实战价值 因此 当美日航的海空军力整合后 攻防体系更加原备 实力远超中共海空军 以中共北部战区目前的战力 既攻不出去 亦守不住 中共频频丢人却无力应对第三级战线一旦开战 等待中共的可能是它最担心的后果 8月20日 澳大利亚宣布将去美国采购两把战斧巡航导弹 在面对中国威胁一亿增强的安全环境下 强化自身的远程打击能力 所以不要忘记澳洲更可能随时在美国露打的要求下 加入对中共军队的围攻 好了 打又打不赢 心里还不甘心 怎样办呢? 还能怎样办呢? 只是剩下三纜 就在我即将截稿时 又传来一个对中共很不利的重大消息 美国潜艦研究官室家H.I.Sarton 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共军海军093型商级核潜艦 在台海海峡周边发生严重意外 艇上一百多名冠兵全数遇难 另有军事粉专 台湾压迪士亦说 听说Sailon Note Mhz 有收到呼叫讯号 隔了几个小时 此时立即惊动了国际社会 得到大量转发 不过台湾国防播出后 举一记者会 宣立放受访时指寻 到目前为止 这类信息是来自社群媒体的流传 目前没有其他官方说法来进一步证实 前海军南长呂礼士亦发文质疑 台湾海峡水深度一百五十公尺 七千吨级潜艇会走这里 但无论如何 消息在这个时候传出 对共军都是非常不利的 一旦证实 作为对共军极大的打击 当然了 中国怎会甘心事人 几乎在同时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对莫斯科追踪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但一周来 除了李尚福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 以及李尚福上周回见了巴罗斯总统劳卡申科之外 外界对李尚福的俄罗斯之行 资资甚少 行踪诡辟 引发诸多的传册和评论 李尚福第一次访我 是他担任房长没多久之后的4月16日 除了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史与估 还在哈利波罗共接受到普京罕见般高规格的款待 仅仅四个月之后 李尚福在莫斯科究竟为了什么? 就在李尚福即将出访之时 就有时证评论人士发推文质疑 1. 出发了,坐上飞机才对外公布 2. 莫斯科这场会议之前,并未公开 3. 要见史古,或是要见谁?语言不详 4. 仅要前往密斯克见罗卡申科 中尚,责其名派他落实联罗过没有? 总之痴痕好突然 李尚福莫斯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即至美台俄乌战争 只是一如既旺地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容得任何爱乐干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亦忙着帮康说 西方国家对台湾立场极端虚异 李尚福中强调中俄不是民国,性似民国 这样中俄联盟能够走多远? 对中国外交内政有着深入研究 发觉中国问题网站的社团文章自信 尽管李尚福等日的反美立场 有目共睹,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外交路线主要仍是取决于内政 首先是研究显示中国国内民意并不支持战争 其次,即使在中国军队内部 有重量的人士认为战争的条件兵不承送 解放军推易小晋,知名的《超限战日书》的作者 乔良周英维,不应该冒险对美公开军事战争的挑战 在中美俄三国关系演变中 不能忽视中国国内武十派的力量 真是要打起来,俄斯真是甘愿冒着两条战线作战的风险 触受伤了? 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8月22日,乔良承错了转机 在南非首都让内斯堡随随过落 来参加金专五国峰会的乔良独自一人 疲疲地走下延梯 我想此时他心里一定在想 唉,幸好还未打台湾 若不是,我今日恐怕就下不来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冷静身 台海风云 如果你喜欢节目,请点赞留言 新朋友请按订阅,多谢 我们下期再见